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彦平的一段通话长达35分钟 里面容量非常的丰富 透露了很多的秘密 这段录音大概就是在去年的5月20号左右 互相通话录音的 不知道是谁录音 有可能是郭文贵先生 也有可能是刘彦平 他录了音 后来来美国之后 比FBI给查获的他的手机 还有一些电脑收备里面给查出来 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要说是5月20号左右 因为我们知道5月24号 刘彦平他们一行几人 就来到了纽约 跟郭文贵讲了两次面 见第一次面之后 比FBI调查 见电子面的时候在离开美国去中国的飞机上 比查然后扣下他们的各种的手机各种的仪器 然后让他们才回国的 所以他是肯定是在5月24号之前 他们也是在这个郭文贵先生在明镜进行两次直播 在VIA断播之后 第一次直播是1月26号 第二次是3月8号 第三次是在之后的6月16号 然后在第二次直播之后 进行了4月16号在美国之音的一个直播 但美国之音的这个直播 大家知道都是中断了 而且同时呢 郭文贵先生呢 受到国际刑警组织所谓的红通 那是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的一个红通令 那这个是4月19号大概是 这个事情呢 对郭文贵先生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红通发出来了 这个全面的那些水军对他的攻击 在推特上的攻击开始了 三人写视频搞出来了 很多那些幽默鬼怪机器军团 在网上的污蔑各种视频也已经开始了 这是中共对他的攻击 然后郭文贵这方面呢 在两次在明镜直播 那个时候呢 对这个傅政华吴征这些人进行了有力的披露 这些披露让共产党非常的害怕 然后在美国日记直播的时候 又把矛头指向了王岐山 指向了门建筑 而且说这个习近平是通过傅政华 让他来调查王岐山海航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这个当时引起高层内斗的这种情况 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刘彦平呢 就开始主动的跟郭文贵先生接触 而且并行谈判 他的谈判呢 这个实际上很早是在这个2017年的年初 1月18号 他这个人呢 亲自跑到英国伦东 跟郭文贵见面了 当时见面的情况 根据这段录音的话 就是说谈了一些虚的 非常不实在 就是共产党那些套话 你要态度改善 不要跟党和政府作对 我们也会放出你的人 我们也会根据你的态度 存宽处理你 就谈了一些虚的假的套话 那个肯定是没有任何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呢 郭文贵先生就依然决然 1月18号前脚刚走 1月26号他可能就在隆东啊 接受了明星的第一次的直播访谈 所以呢 这个直播访谈呢 这个他们非常的生气了 刘彦平啊 就中共的高层非常生气 刘彦平本人到 无所谓 看这个后来这个 这次通话也说了 紧接着 郭文贵做了这个第二次的直播 然后又在这个美国之音 这动作是非常的大 郭文贵先生呢 做这个两次直播 还有VLA的直播断播 还有他自己的这个YouTube频道 也开始进行直播 这些呢 主要是 我们知道呢 他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把他的员工给放出来 他的这个四哥五哥 给放出来 他的这些扣要的财产笔 归还 就是保命保钱 报酬 所有工作要做出来 这就是他的条件 而且他通过爆料这种方式来要挟 中共政权 你如果不放人 不还钱 那我会继续爆料 而且这个爆料会逐渐的升级 已经把矛头指向了 孟建筑和王岐山呢 所以这个时候 中共他慌了 慌了他就再次的派刘彦平出面 上次在伦敦正式呢 打算要派刘彦平呢 到纽约来跟他谈 纽约来直接来谈之前呢 就像刘彦平所说的 为了缓和一下这个气氛 我要把你的太太和女儿放回 让你的太太和女儿放回 所以他们首先 这个通话一开始就是谈 怎么样让他的 公贵的太太和女儿 通过香港啊 特殊的一些渠道 马上就到美国来 那这个事情呢 是共产党放下身段 也是共贵爆料 产生了实际的效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要把太太和女儿放过来 这个呢 显示他们的地下身段 也是可以说是 公贵的爆料 要价 取得了这个初步阶段的胜利 但是呢 这个公贵对他们也是感激的 尤其对这个刘彦平 但是呢 公贵还有很多的要求 当时刘彦平他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停止爆料 不要说 起码就是我来美国之前 对那些大领导 一句话都不要说 就是这个王岐山 问建柱这些人 不要说 说王岐山是中纪委的 管党员的 管党员的 跟你没关系 你为什么要抱他 还有这个问建柱啊 你为什么要抱他 其实公贵心里清楚 王岐山呢 是他整他的一个 很核心的人物 因为他要整个马舰 还有官方的报道 就是他整个我们人大的 招生出主任的时候 也查那个盘古 就是很多的官员呢 牵扯了盘古 所以中纪委对盘古 对公贵啊 恨之如骨 尤其是公贵呢 把这个北京市的刘志华 给搞定啊 搞定一些官员呢 那中纪委 王岐山对他恨之如骨 包括孟建柱 所以公贵他心里清楚 他们是要整他 而且他要抱这个 孟建柱和王岐山的料 但是 刘彦平他的挑战是 对这两个人不要爆料 再一个是 你 我在来美国之前 这段时间 27号这么几天之内啊 我呢 你也不要在推特上 各个方面不要再继续爆料了 按近几天 然后呢 这边开出来的条件呢 就是 一个 是把你的太太 女儿送过来 第二个 这个刘彦平就说 那我 爱家爱户 就重要的各部门回去跑 帮你解决问题 放人 能放人就放人 能解决问题就解决问题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 两个人实际上是在谈判 在博弈 公贵显然呢 他已经 太太 女儿这个胆 他已经取得了成果 但是他 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进一步的交易 我想一个呢 肯定是要撤销 混通的问题 因为 VLA直播4月 是叫化那个 混通对他 刺激很大 混通的撤销 再一个是 网上删写视频啊 那些 共产党那些军团啊 水军啊 全都要撤销 这个是他的 一个条件 第三呢 就是把他的四哥五哥 放出来 还有他的 子女 过来一起放出来 还有这个 他的员工啊 冤案的一个 多得解决 尤其是他这个 四哥五哥 这个子女放出来呢 他做的目的是照顾他的母亲 这个人是非常强调孝道的啊 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 孝道 这个跟基督教的价值观不一样的 基督教的家庭隆理是什么 基督教的家庭隆理是这个 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 其次才是父母的关系 孩子的关系 但中国的传统隆理呢 是一个 孝道是第一的 父母关系是第一位的 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的 儒家的道德隆理 和基督教道德隆理的 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这不是说 那个基督教教人不爱父母 而说他有一个 优先思绪的问题 有一个 开的一个玩笑啊 就是讲了一个 中国的隆理和西方隆理 就说 问一个中国人 当你的这个 太太和母亲同时掉进河里 你先救水 中国人一般说 那肯定要救母亲啊 母亲只有一个 妻子这个 我可以再娶啊 但是西方人 他是这样回答 他就说 我要先救我的太太 我的母亲啊 要叫我父亲去救 他就是说明了一个 隆理的一个次序 关贵先生在这里呢 他是传统文化的 传统隆理的一个体现 父母为大 他比较为孝 他甚至在这个通话里就说 他说最关键最关键的是 把我的四个五个孤立节放出来 这是第一 然后我太太孩子 他们呢 来美国 这是其次的 甚至就是他们可以不来美国 但是你把我的四个五个孤立节放出来 来照顾我父母 这是最关键的 你看他对这个母亲的那个 孝道是非常让人感动 甚至在他母亲的时候 他我看他已经快要流泪了 更严了 所以但是呢 我们看到刘彦平这个人呢 这些条件他都嘴上是答应肯定 但是现在他最后实施了没有呢 我们看到呢 他5月24号呢 就是郭文贵他是晋升了 就是说在5月20号 他可能他们通话之后 郭文贵一些要报的料 比方说王岐山的房子啊 这个那个很多 他就开始嫁人挨制了 不报了 我们也记得那个时候 他有段时间他成绩了 然后他的刘彦平过来 他的太太孩子过来 他们当时呢 气氛是比较好的 但是呢 还是没有谈录 正如这个郭文贵先生预料的 就是说你来你不做些时事 我们谈了半天 你这个困守回去 然后你也立不了功 我这边 你人也不释放 钱也不归还 那还不是个困对空吗 所以这样的话 你还不如不要来 所以公会特别强调就是 你真的还不如不要来 你如果不解决时期问题 但是刘彦平他们是有这个任务的 他们必须要来 所以他千万百计要来纽约 就是宁可啊 他把这个 他的这个郭文贵的太太孩子给送过来 用这样一个好的礼物呢 来换得郭文贵的善意 然后呢 他们来纽约 纽约见面 是他们这个重振之重 必须完成的任务 他也完成了 这样两次面 但是比这个FBI给抓起来啊 后来就放了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呢 实际上 他们这次谈判呢 失败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 5月29号 就是等刘彦平走了之后 过了几天呢 郭文贵呢 就开始在他的YouTube上 爆料这个王岐山了 而且那个时间还挺长 把他的豪宅啊 冠军啊 刘成杰 孙瑶那些 全都给批出来了 就说明 就是说 郭文贵认为 这个 刘彦平 谈判 然后回去之后 什么事情都没做 红彤纪没有撤销 水军也没有撤退 然后 四个五个 郭烈杰都没有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看到 他 刘彦平走了之后 观察了几天 没有任何回应之后 他又开始爆料了 然后6月16号 他又采访明镜 进行了第三期的直播 所以你就看到 这次谈判呢 以这个失败 高中 也 郭文贵的 继续的爆料 以他的升级爆料 为这个结局 那刘彦平 现在 现在怎么样呢 很多人 这个有些传言说 他回去之后 就给抓起来了 因为他 羞辱了这个使命 但是这个 今年有一个最新的 全国政协代表的一个名单里面 居然有刘彦平 就说明刘彦平呢 他 中共认为他不入使命 完成了任务 也没有什么 泄露机密 出格的事 所以他软着陆 在政协里给他安排一个职务 做一做 软着陆了 所以这个 这个就跟王岐山呢 现在在人大 搞了一个代表 在人大或者是国家系统呢 担任一定职务呢 道理呢 可能一样 也让他们软着陆 也让他软着陆 通过这样一个通话呢 我们看到贡贵先生 当时跟中共的这个谈判博弈 是非常的激烈 而且呢 这个谈判博弈呢 注定没有结果 因为我跟中共打过很多次教导 他们是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 你跟他见面谈话的时候 他们什么都是好 这个好 这个也可以谈 那个也可以谈 什么都好 但是呢 一转回头 根本就是一句对线的话都没有 为什么没有对线呢 一个呢 跟你谈判的这个人 他就没有决定权 他还要说上级 上级还要找更高的上级 然后更高的上级呢 还要摆平很多的关系 因为官僚系统的这个力量 最后这个事情解决不了 没有一个能采定你的 任何一个批大的事情 都要拉到最高层 他们角色 最高层盲的要命 难管得上这个事情呢 很多时候就是他们的这种言而无信 最后导致呢 这个谈判的破裂 当然郭文贵先生在这次谈判当中呢 提前他已经获得了一个重大的成果 就是太太女儿来美国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没有一个流亡海外华人呢 就是能做的 让政府主动的把太太孩子送过来的 他是做到了 但另外他的其他的一些要求啊 看起来 刘彦平转达了之后都没用 都没有实现 因为中共呢 还是要把这些四个五个过滤结 还要抓起来 还要判 后来他们这些人都判了 判的虽然不太重两三年 但都是实行 都没有马上就放出来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共产党的鬼话呢 还是不能相信 你相信了 你就这个吃亏了 所以郭文贵呢 就是最后走上了一条义无反顾的爆料之路 他在这个5月29号就开始爆料 然后6月16号明进第三期 后来有第四期 第五期 第六期 所以他要无限的爆料 因为你们跟你们谈好的 你们不知情嘛 不知情那我没办法 所以这段录音呢 是非常有意思 让我们更加了解了 中共高层的政治 也看到了郭文贵先生一路走来 不容易 而且这个 很多事情呢 中共呢 刚开始如果解决了郭文贵的一些诉求啊 以后的这些所谓的爆料 这些就可能不会发生了 你在1月18号 刘彦平在伦敦的时候 就谈一个详细的计划 不要搞那些虚的 你又什么要求夜三四五 我们能做到的夜三四五列出来 那就一两天之内打电话 就现场就解决了 解决了之后 那很多问题就没有了 但他们解决不了啊 他们还是想把这个做人质 把那个做人质 还想全面的把郭文贵先生给灭了 或者说 就郭文贵后来在他的郭媒体上说的 实际上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 通过谈判拖延时间 然后呢 最终的目的把你给灭了 所以共产党的鬼话 还是不能相信 所以我们 郭文贵说 他跟刘彦平的通话 有100多个小时呢 现在才播了 大概三四个小时不到 百分之三啊 百分之五都不到 那更好的一些内容呢 我们拭目以待 然后再想一些的分析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自身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解一下 自由中国最新的一个自由中国微博.com的这个网站 它的使用和如何注册如何登录 以及如何关注好友发言等一系列的 这个大家关注的问题 首先我讲解一下 这是进入这个域名以后 这是我们的一个首页 大家可能觉得比较奇怪啊 这个首页和其他网站首页不一样 那就对了 因为这个是我们是一个联盟网站 这个联盟叫做MasterDone 它是一个叫做长毛象 这是一个长毛象这个动物 所以我们是加入这个MasterDone一个长毛象这样一个联盟的网站 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注册 注册 我们再填好用户名 这个用户名一定是英文的 然后把你的邮箱填上 然后你的密码 然后再填确认密码 点击注册即可 然后这里头有此社区的条件和政策 然后在这里呢 往下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什么呢 这个区域就是里面 我们这个网站里面 你不需要注册进去 你会看到什么 看大家在讨论什么东西 就这个基本上你可以让大家看 没有注册进去 大概知道这个社区在讨论什么东西 你看这个我们现在社区的讨论的量是这么多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介绍 就是长毛巷是一个自由开放圆满的社交网站 它是一个分布式服务 避免你的通信被单一商业机构垄断操控 请你选择一家你信任的Mustle实力 在上面创建账户 然后你就可以和任意一个Mustle实力上的用户互通 享受无缝的社交交流 所以这是Mustle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自由的开放圆满的社交网站 就意思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 自己建一个服务器 自己建一名 然后加入这个Mustle的一个大社区社交 你看这个右上角它是其他实力 意思说如果你要找其他的Mustle网站 你就点这里 在这里的话往下走 你看这里就可以选择 这个很关键 选择中文 你看这里就是现在全球拥有的Mustle特通网站 中文的网站有哪些 现在目前不多 包括它有多少人 你看这是一个大网站 只有2100人 你看相对来不是很多 但是日文的就很多 你可以看就非常多 现在全球5000多个 5000多个网站加入到这个Mustle 接下来我们那个就如果谈这个注册 注册完以后将会收到一个邮件 验证 验证完以后 然后你就点这个登录 然后输入登录信息 你就可以登录进去 我把退出 然后 然后在这里 然后点登录 出现这个界面的时候 把你的邮箱和你的密码输入进去 就进入这个登录的状态 好 这个Mustle特通和我们的推特微博 它一个唯一的很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这里 你看它是四大四个横条界面 数条数个通栏界面 最主要的区别就这个是主页 就是你自己加的好友 所加的任何的好友 将会在这里显示 就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主页里面显示 这个旁边 这一栏呢 就是你发言 发言的话 你点这个照相机 你就可以选择任何的图片 发进去 然后这里 在公共时间转 你可以设置 比如说你如果想发私信的话 就可以通过这 点这个 就可以发私信 这个是警告敏感信息 这个呢 这个按钮呢 就是发各种小的小图片 ICOM 小ICOM 然后在这里 这上面 这里 你看 这是本站时间转 你点这个时候 它的右边是本站时间转 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朋友就在问 他说注册 本实力注册了如何轻松发现其他实力 这是一个很问题 所以很多人都想发现其他实力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做这个节目 告诉别人如何发现其他 这个是最有意思的 这是Must Tone 你看这里头 我们在跨站时间轴里头 点 这是有两个时间轴 一个是本站时间轴 本站时间轴就所有的人在这里注册的 全部在这里 显示 跨站时间轴 就是你跨站 加人以后 你的好友发的 全在这里 如何发跨站的时间轴呢 那我们 你可以 你可以 点 点这个 点哪个按钮呢 就是点关于本服务站 你看我们的服务站现在已经有断了 然后再点其他服务站 点到其他服务站以后 进入到这个页面 然后你 然后你点选语言 中文 好 那我们进入一个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进入一个这个 跨站 OK 你选哪个 选这个人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点进去 点进去以后 你其实 你在这里是登录不进去的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在在他的实验轴里注册 才可以登录 所以呢 我们 其实你只要在这里选就行了 在这里选 如果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比如例子 这个人 我想 添加 你就点他的名字 点他名字以后 就进入 进入他的 他的 这个 这个 我这是另外一个 我们换一个 我们点这个 点这个人 这个是刚才是金融 然后在这里点跨站关注 好 这个时候你得把你的用户名和实力域名 我们的是China 我的名字是FreyChina at 3w.frey 你的域名 我们的域名 你确认 你确认关注 你确认关注 稍等 正在这 等 确认关注 好 好 就点关注 然后你点这里 你就进入到 你可以去 就是 就已经关注到了 这个时候就已经 跨站时间中 你就可以看 刚才的那个人 你有没有关注到 对 这个人刚才是跨站时间 被关注到的 在这里 就这样 其实就是很简单 同样 你可以在这个跨站时间轴里 刚开始的时候 人少的话 你就在那里 多找一些人 去关注就行了 在这里 我在 有时间规划 这个 点跨站 关注 再输一遍 点名字 你的用户名 at你的 就跟那个 这个有点像 你的邮箱地址一样 实际上就是一个邮箱地址 关注 就进来了 就这么简单 好 今天这里讲一下重点 讲如何跨站关注 就到这里 一下 请不吝点赞 咱时 给你 灯银 去 祝了 咱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